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半年多来 两党两国高层交往密切 各领域合作进展顺利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越方加强战略引领 围绕六个更总体目标 深化互利合作 为世界和平 稳定 发展 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始终把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坚定地支持越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愿同越方以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为主线 围绕六个更总体目标 加强交流互建 深化互利合作 携手迈向现代化 为世界和平 稳定发展 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又指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 共同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提升两国互联互通水平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 双方要支持边境省份加强交流 夯实中越友好民意基础 同时 双方要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加快推进海上共同开发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范明正表示 越中传统木林友好 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越方愿同中方一道 认真落实此访重要成果 按照六个更的总体目标 不断推进政治互信 加强多边协作 切实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 越中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美国大选辩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定于美东时间的27号晚上9点 主持美国总统拜登 与前总统特朗普的首轮电视辩论 CNN的两位主持人在16号也介绍了 经过两位候选人的同意辩论规则 包括麦克风的强制弊卖功能 CNN主持人介绍说 两位总统候选人面前的麦克风亮绿灯时 提示麦克风打开 若灯熄灭则是闭麦模式 根据主持人演示 若在候选人发言期间 另一位候选人企图打断 观众几乎听不见打断者说话 演播室内还安装计时灯 当灯为黄色时提示候选人 还有15秒讲话时间 闪灯时表明还剩5秒 显示为红灯时 候选人发言时间结束 麦克风将被关闭 此外主持人介绍到 拜登将从观众屏幕右侧入场 特朗普从左侧入场 双方辩论时相隔8英尺 约2.5米 与以往辩论不同 本次辩论不会有演播式观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大选首场总统辩论在即 两位总统参选人的年龄和体力 都备受质疑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78%的受访者认为 拜登年纪太大 不适合在政府任职 而另一份民调显示 约有六成的美国人 计划观看27号 在佐治亚州登场的 首场总统辩论 并且认为这场辩论很重要 而为了这场辩论 拜登和高级顾问一起 在马里兰州西部山区的 戴维营总统度假胜地 参加了近一周的辩论营 直到辩论日当天 才启程前往亚特兰达 据美联社联合 NORA公共事务中心 在本周末 针对全美范围内的 1000名成年人的民意调查 约有60%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他们极有可能 或非常有可能 观看总统辩论的直播或片段 或在新闻或社交媒体上 阅读或收听 有关于候选人表现的评论 民调显示 尽管周四的辩论 较以往的竞选季来得异常的早 数以千万几的美国人 可能至少会看到 或听到部分的辩论的内容 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认为 这场辩论是对于其候选人的一次重大的考验 有47% 约一半的美国人认为 这场辩论对拜登的竞选成功极为重要或者是非常重要 而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约为40% 目前各方的焦点包括出席周四辩论的名单当中 特朗普已选定的副手人选是谁 因据国会商报的报道 鉴于拜登在国情咨文 长达一个多小时不俗的表现 特朗普与盟友多次声称 拜登在辩论前一定服用药物以维持体力 曾在特朗普任内担任白宫医生的杰克森 早前致喊拜登和拜登的医生 要求拜登在电视辩论的前后 要立即接受药物检查 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他愿意做检测 而拜登进行团队发言人则称 特朗普是在散播谣言 大豪卫视 杨凤俊李治安清 洛杉矶报道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 将会在27号要进行总统辩论 那么在佐治亚洲福尔顿县的选民 也很期待通过这一次的辩论 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拜登将会重点地讨论堕胎权 美国的民主和经济问题 至于特朗普则将会关注移民 公共安全和通货膨胀 拜登和特朗普将于27日 在佐治亚州福尔顿县亚特兰大市 展开2024年大选的首场总统辩论 佐治亚州第一大县福尔顿县居民表示 期待看到二人的再次对决 了解他们对美国未来提出的不同愿景 预计拜登的首选辩论主题将包括 多胎权 美国民主现状和经济 特朗普的辩论关键议题将包括 移民问题 公共安全和通货膨胀 福尔顿县居民希望可以看到 更多有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因为美国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这场辩论将成为美国历史上 两位最高龄的总统候选人展示其活力 一态 连贯性和反应能力的重要平台 届时 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特朗普 都将站着完成整场辩论 特朗普或将围绕年龄问题向拜登发难 特朗普阵营曾嘲讽拜登走路摔跤 站不稳 甚至质疑他是否能保持清醒的 站满90分钟 而特朗普代罪竞选 不久前被裁定在封口废案中有罪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 被定罪的前总统 凤凰卫视王岐摇一尾亚特兰大报道 据美国国会山报26号报道表示 美国最高法院或将在本周 首场美国总统辩论期间 裁定特朗普是否在推翻 2020年大选结果案当中拥有豁免权 特朗普的法律问题 很可能会成为首场辩论的焦点 根据美国国会山报26日报道称 美国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在本周 就特朗普豁免权做出裁定 裁决时间可能正逢拜登和特朗普的首场 总统辩论开展的前后 因此特朗普的法律问题 很可能会成为本场总统辩论的焦点议题 此前特朗普方面曾提出上诉 称拥有在任总统豁免权 并表示如果总统没有豁免权的话 会在工作中畏手畏脚 担心任何决定都可能会导致 现任后被司法部追杀 美国媒体预估 最高法很可能会在27日 首场总统辩论前夕 公布裁决结果 决定特朗普在白宫期间 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 美国最高法是美国司法系统的 最终上诉法庭 有权评审和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 也是宪法的最终解释者 现在最高法有9名大法官 6人为共和党 其中3人都是由特朗普提名的 在今年4月 最高法法官们听取了此案辩论 并表示他们可能倾向于裁定 特朗普因私人行为被起诉 但仍享有总统职责 核心行为的豁免权 除了这起案件之外 特朗普还面临涉嫌 非法处理白宫机密文件案 涉嫌推翻 佐治亚州2020年大选结果案 在纽约封口废案中 特朗普已被纽约陪审团裁定 犯下包括伪造商业记录 等34项重罪 量刑听证会将在7月11日举行 丰河卫视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报道 回来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 玻利维亚在26号发生未遂政变 前陆军司令苏尼加 一度率兵攻占总统府 总统阿尔赛强烈谴责 这是对国家的背叛 他其后任命桑切斯为新的陆军司令 而桑切斯马上下令 要求攻占总统府的军人 遵守宪法并且返回驻地 随后军人撤离 而苏尼加在当天 因为参与未遂政变被逮捕 目前拉巴斯的街头 已经是初步恢复平静 对于说玻利维亚发生未遂政变 南美洲有多个邻国和欧洲的领导人 以及欧盟都强烈谴责 并且呼吁尊重民主和法治 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 驾上装甲车 26号在首都拉巴斯的 慕里略广场集结 其后军方装甲车撞向总统府大门 大批线平封闭将军政府重重包围 发动政变的陆军司令苏尼加和士兵 进入总统府 总统阿尔赛在走廊上 一度与苏尼加对峙 玻利维亚近来因经济急剧下滑 引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苏尼加宣布他主导了此次军事行动 他声称无法容忍国家陷入贫困和军人蒙羞 他们是为表达不满而来 武装部队旨在纯组玻利维亚民主 呼吁组戒亲的内阁 并将释放所有政治犯 总统阿尔赛谴责当天 在总统府周边广场上 发生的非正常部队调动 强调玻利维亚的民主 必须得到尊重 阿尔赛有发表视频 他在知识者的簇拥下 呼吁军人尊重其职业使命和国家宪政 强调军队应忠诚履行捍卫国家的职责 大批民众响应呼吁走向总统府 与军方对峙 期间有人向军方投掷鞭炮 双方发生冲突 军方不断向示威者喷壳胶水 街头像战场一样 有人直接冲前与军人礼论 阿尔赛当日任命桑切斯维新的陆军司令 桑切斯随即下令 要求攻占总统府的军人遵守宪法并返回驻地 在他下拉命令后 当天早些时候围攻总统府的军人 后来陆续撤离 而波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 当天谴责这一行动 表示这是正在酝酿了政变 并立即对苏尼加及其同伙提起刑事诉讼 被免去陆军司令的苏尼加 其后因参与未遂政变遭到逮捕 检方已对苏尼加等人展开刑事调查 不过他声称政变的幕后主使是阿尔赛 意图提高人气并允许出动装甲车 有官员则表示 苏尼加与另一名被截制的海军中将图谋驮权 只是出于政治动机企图发动政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6号是伊朗大选竞选宣传的最后一天 六位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到了夜晚还在竭力拉票 不过在晚上传出副总统加吉扎德哈希米 宣布退出竞选 只剩下五人角逐 而在首都德黑兰 改革派候选人佩泽史基安的竞选集会 一度被迫取消 周围还部署了大批的安全警察 也有一些记者被捕 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虽然是举行竞选宣传的最后一晚 但在德黑兰的街头 竞选气氛仍然冷淡 在一些街头 有支持者在分发 他们各自后选人的宣传资料 支持者认为 改革派候选人 佩泽史基安占用士 外国的改革派候选人 佩泽是既安必收 只要注意的是 在佩泽是既安的集会周围 部署着大批安全警察 因2009年大选结果有争议 大规模民众上街示威 遭军警镇压 因此也有人担忧会重蹈覆辙 根据规定6月27号早上8点 所有的竞选活动必须停止 所以今天晚上所有候选人 他们拉票的最后的机会 而现在的投票率的高低 则是这次胜选的关键 方威市李维志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而随着伊朗总统大选 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候选人之一也就是伊朗前内政部长 普尔莫哈莫迪 26号举行首场 也是最后一场的竞选机会 他已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采访 表示他这一次的参选 是为了要帮助国家 就算是败选也会和国家站在一起 普尔莫哈莫迪当天在德海兰的一个体育场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6月25号美国财政部宣布 对在香港阿联酋等地近5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原因是他们为伊朗军方转移数十亿美元 对此普尔莫哈莫迪 接受军方卫视的独家采访 表示伊朗不具制裁 他表示 即使美国下一届总统是特朗普上台 对伊朗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自这些路被信 herself 是美国 faint怕 我们是我们터� 跟这个共识的命格 专犯状型的背景 才能偷了 缄 danced力 Acting 他在这几轮的电视辩论当中 表现出色 但是他的选票预计 不会超过前四位 方卫视里面这还不三 得给他报道 伊朗总统大选将在28号举行 而这一次大选不仅决定 伊朗未来四年的内政外交 更重要的是 鉴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一年事已高 领袖继承人问题也摆在眼前 谁当下一任总统 对于领袖继承问题也会产生影响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制作的 伊朗大选前瞻系列报道第二集 此前已故总统莱希被认为 是最有潜力的领袖继承人人选 但莱希的突然离世 让伊朗未来出现了更多不确定心 由于85岁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一年事已高 领袖继承人问题 现在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有分析认为 今年大选的结果 可能会对伊朗未来领袖人选 产生重要影响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大选不会对领袖继承问题产生影响 反显也是认为 由于今年的大选发生的时刻非常敏感且重要 无论谁当总统都面临一系列棘手难题 一般来说 伊朗的总统会连人两见也就是八年 也就是未来八年之后 伊朗的总统可能会在领袖权力过渡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领袖继承人会是谁 但毫无疑问 这次选举将是观察伊朗政坛变化的一个重要政治指标 另外一个大选是在英国 英国大选在7月4号会拉开帷幕 来自执政保守党的首相苏纳克与最大反对党工党领送斯塔莫 当地时间26号的晚间参加大选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 两个人就围绕在移民税收执政能力等问题展开唇枪舌剑 互不相让 在电视辩论中 苏纳克强调执政党在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方面的成就 他指出自己当选的第二天 就会将非法移民送上通向卢旺达的飞机 给非法移民群体制造威慑力 对此 工党领袖斯塔莫反驳道 若苏纳克威慑力有效 目前非法移民人数就不会呈现上升趋势 为了计数还在继续中的时间上升 你会说它是在继续中的时间上升 你把这个计算机的继续中 你会把这个计算机的继续中 我认为你会继续中的选择 之前有机会继续中的时间 但它们可以试试 有很好的时间 但如果这种计算机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是它们的继续中的继续中 你会知道这些人的继续中 他不是说的 你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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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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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知道 斯塔莫还就保守党多名议员涉嫌对大选进行赌博一事 质疑斯纳克领导力 斯纳克回应称 涉事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他指出斯塔莫企图提高个人税收 这将削弱政府公信力 斯纳克强调保守党所做的正是为民众减税 随着英国议会选举将近 多项民调结果显示 工党可能在选举中赢得大比例胜利 而保守党或将遭遇惨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朝中社在27号报道 朝鲜导弹总局26号在弹道导弹的发射当中取得成功 精准飞向了三个既定目标坐标点 报道指出朝鲜导弹总局成功进行弹头分离 及制导试验 对完成导弹技术能力升级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报道说 此次试验旨在确保多弹头各目标击毁能力 试验利用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 第一级发动机 飞行测试半径为170至200公里 分离的机动战斗部按照制导指令 精准飞向三个既定目标 防空目标探测器还验证了从导弹分离的 右体的有效性 这次试射目标是确保多弹头击毁个别目标能力 并称这是导弹管理局及其所属国防科学研究所的 武器系统技术研究活动一部分 导弹总局表示 这项技术全面转入试验阶段 对朝军导弹威力升级和技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朝鲜曾于26号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 导弹在半空爆炸推测发射失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27号表示 朝鲜前一晚对韩投放180多个垃圾气球 其中有70多个已经降落在韩国境内的京畿道北部和首尔等地 联合参谋本部就表示 这些气球所携带的物品主要是纸类的垃圾 其实并不含有对安全构成危害的物质 但是每一个气球装载重量最高达到10公斤 在急速下降的时候存在安全风险 也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 为了抗议韩国脱北者团体对朝鲜散发返潮传单 朝鲜从5月28号起对韩国空飘大型气球 并且在其下方悬挂装有垃圾的塑胶带 这次已经是今年来第七次 尤其是24号起连续投放三天 而韩国在9号在边境地区 向朝方启动扩音喊话 但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再启动过 连参方面也曾经表示 韩方是否重启喊话 完全取决于朝方的行动 再来关注到韩国经济到华城市电池厂的火灾 造成包括多位中国公民在内的重大人员伤亡 目前总共有17名运难者身份被确认 那么最近消息立刻连线给正在华城市现场的记者 金志贤之前晚安 您好主播 之前我们最想知道的是 现在火灾事故的调查有什么最新进展 还有遇难者身份确认以及向后工作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好的 锂电池工厂火灾事故发生的华城市在市厅设置了混乡所 不少韩国民众来到混乡所 哀悼这次火灾事故的遇难者 有韩国民众表示 很多外国人老公在异乡遭到事故死亡 让人感到十分悲痛 韩国警方昨天对锂压电池公司等有关公司进行了扣押搜查 下午4点开始的搜查晚上才结束 当局表示通过扣押搜查保留了多数证据 显示在管理验收包装锂电池过程中怎么起火 另外 韩国政府以怀疑涉及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 和中发灾害处罚法 被三名锂压电池公司的相关人士立案了 韩国政府计划通过严格调查 调查名起火原因等 据消防当局报告 今年3月底 消防当局曾经视察这次发生事故的工厂 并提出警告 如果在三座发生火灾时 会造成人员伤亡 需要严格管理锂电池等相关物质 这次事故正是在工厂的三座发生 由此当局关注公司是否疏忽管理锂电池等 这次事故的23名死亡者中 17人是中国人 一个人是老窝人 警方将继续调查公司是否通过非法程序 雇佣来自国外的员工 韩国警方仍然在进行身份确认 今天追加确认了三个人的身份 三个人都是中国女性 其中两个人的从平时使用的生活用品 采集基因进行对照而确认了身份 由此总共已确认了14人的具体身份 包括12名中国人 4名韩国人和1名打博人 韩国警方在加速对生效的6人 进行身份确认 以上是我在韩国华城市现场 掌握到的消息 再次谢谢之前的最新连线 财经动态看到的是亚太区的股市 在今天权限偏软 而日本和韩国股市在午后 也维持大约1%的跌幅 台湾股市也下跌接近0.5% 内地互生两市震荡回调 5月份工业利润增速放缓 市场关注之后会否有 稳增长的政策落地 来看具体数字 户指在中午报2957点 下跌15点 跌幅是0.51% 半日成交1613亿元人民币 山城指在中午报8907点 下跌79点 跌幅是0.89% 半日成交2253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143点 失守了18000点整数关口 随后跌幅进一步扩大 横指在中午报17721点 下跌368点 跌幅是2.04% 半日成交527亿港元 来关心日元 对美元的汇价在周三 已经跌穿160水平 这也创下38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日本的财务省官员 对于日元的急跌跌 非常的严重关切 他们已经指出了会保持高度警惕 而市场也很担心 当局将会采取干预行动 而日元对美元的汇价 周三跌到一度只有160.82 这是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最弱 而今年以来 美元对日元已经是累升了14% 有交易商就指出 美联储可能会在更长时间之内 将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使美日两国利差扩大 吸引市场套利 拖累日元偏软 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 神田真人 在周三一改近期不对当前会市形式评论的立场 指目前日元疲软是没有道理 并且指日元波动完全是一边倒的 认为是投机者推动 又表明当局一直在准备采取行动 来应对过度波动 在上海的美国商会近期举办的中美关系 讲座上面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出席并且发表主题演讲 在演讲当中他用真实这两个字的字眼 来形容中美两国现在的战略竞争关系 并且谈及希望增加两国间在民间交流 增加在华美国学生的人数 鲍大可和奥克森伯格是美国两位著名的 中国问题专家和对华友好人士 一两人名字命名的中美关系讲座 今年已经是第13届 讲座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表演讲 主题为基辛格留给美中关系的遗产 回忆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中关系发展中 做出的努力 谈及自己的对话太多 博恩斯表示尽管美中两国间存在战略竞争 但这是非常真实的 这人特殊的战略竞争 between our two governments and it's very real that strategic competition despite the acut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us and that's very real this edifice that we've built allows us to have embassies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and consulates and it allows us to have connections and allows us to practice the patient difficult work of trying to parcel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even sometimes where we can come together 2024年正值中美建交 45周年 在讲座中 博恩斯也提到 希望进一步推动 民间交流 增加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 and as you know we would really like to increase the American student population in China but the heart of that population is in Shanghai and Nanjing our largest institution is NYU Shanghai and then of course Hopkins Nanjing 鳳凰卫视 蒋章银河超 上海报道 美国军机近日在南海 仁爱礁附近海域 不断投放不明物品 中国海警船 及时赶到现场打捞 并且捡货了电子设备 微博账号 预冤团天 在26号的贴文称 近日美军机被发现在 南海海域上空盘旋 并且不断向下 投放不明物品 中国海警 立即前往相关海域打捞 并且捡货了一件物品 有内地专家指出 捡货的探测器 可以用于探测中国潜艇信号 也可以在水下与潜艇 进行信号对抗 而设备声纳产生的噪音 可以干扰海豚等海洋 生物的回升定位系统 引致迷失方向或搁浅 台湾方面近来频发的 这大范围停电事件 台湾电力公司提出节电方案 是鼓励民众允许让家中的 冷气等电器交给台电 来远端控制 在用电高峰的时候 切换成送风或是关机 这也引来民众的骂声不断 国民党就质疑 民进党政府不敢承认缺电 只好从民众的手中来抢电 台湾波露夏季 气温屡屡逼近40度 这也意味全台进入耗电高峰期 台湾电力公司为此寄出节电政策 鼓励民众安装智慧电表 允许政府有电力需求时 台电能够远端控制家中的冷气等空调设施 切换为送风模式 或是干脆强制关机 国民党立委指出 这就是要和民众抢电 这不是缺电 什么才是缺电 什么时候我们台电 我们台湾的能源 已经拮据到 要动用到一般老百姓的 家户电器里面 现在抢电 也抢到了一般的用户家里 真的是死鸭子嘴硬 我们的经济部 我们的行政院 死鸭子嘴硬 不愿意承认我们缺电的现实 台电宣称 参与这项节电方案 每月每户最高 可获得88块台币的优惠减免 不过有民众质疑 电器频繁开关 恐会造成电器故障 也有民众表示 宁愿不要优惠 只希望能不停电 不跳电 台电今年付钱到六月 累计亏损3850亿 如果假设一度电是10块的话 到今年年底 我们还要再亏多少 这是我们负担得起的吗 一直用钱来补 一直欺骗我们百姓 如果真的不缺电 为什么要启动自动断电系统 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宣称 要用再生能源取代核能 但实际上却是加大燃煤的火力发电 这国不断造成了空气污染 也让台湾线路缺电危机 民进党政府应正式问题 检讨错误的能源政策 凤凰卫视黄家腾金敏怀台报道 筹备7年建设7年的深中通道 已经在日前完成交工验收 有物流公司表示 深中通道的开通压缩运输时间 对于做跨境电商出口的物流行业 是一大利好 深中通道开通之后 深圳到珠海只需要一个小时 到中山只需要半小时 有全球货运公司负责人表示 以后通过海陆空运输的组合更加多 提高货物运输的效率 跨境物流公司代表表示 深中通道开通之后 会考虑未来在中山开展业务 专家认为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个独立关税区 连接港澳 国际接轨程度较高 未来珠江西岸的中山 珠海江门等地 经济发展会受到大湾区 核心城市深圳香港的带动作用 实际上这里边更重要的是 这条通道连了深圳 而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核心引擎城市 它这个发动机的效率和质量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当这个发动机启动起来之后 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 它的这个作用会更加明显 石坤还说 深中通道的开通 还可能增加港人北上投资的意愿 凤凰卫视张霄同虎深圳报道 相当交易所在今天举行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 而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就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仍然保持韧性 连续17年维持全球最具有流动性的 结构性产品市场地位 Hong Kong's derivative marke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ector in the coming few years 黄伟伦也提出全球向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转型用于发电和除能的金属需求强劲 而内地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也包括新能源电动车和各种先进的绿色科技 也为香港带来巨大商机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怡婷 他就透露 港交所正在探索将香港列为LME金属仓库地点的可能性 已经委托第三方进行可行性的研究 得到市场的大力支持 如果说仓库涉于香港 可以加强内地食物金属市场 与LME国际定价的联系 来增强竞争力 以哈局势最前线看到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6号 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谈 而加兰特会后就表示 在解决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弹药问题上 取得重大进展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16号表示 胡塞武装日前动用了多架无人机 在以色列北部海法港 对停靠的一艘船只实施了袭击 以色列方面称 没有发掘这一袭击事件 加兰特会后表示 会议在要求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弹药的问题上 取得了重大进展 消除了障碍 美国5月宣布暂停向以色列交付2000磅和500磅炸弹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表示 忧虑炸弹会用于向拉法人口稠密的地区 目前尚未清楚这是否意味美国准备解除限制 白宫表示 沙利文向加兰特提出了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的问题 并敦促以色列把在当地征收的税项转交巴勒斯坦当局 美国官员在会后记者会简报上表示 美国重申了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承诺 双方期待尽快安排战略对话会议 除了一批重型炸弹仍在审议 官员同时表示 美国就加沙人至谈判一事继续与埃及和卡塔尔保持联系 又称伊朗尚未采取开发核武器的举措 并强调不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珍珠党爆发冲突 同日加沙北部解巴利耶那民营在受空袭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 空袭造成最少十多人死亡 游牧记者表示 在听到巨响后跑往现场 到处都是人体残骸 一群与任何武装组织无关的平民遭受攻击 当地早前成为乙军与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场 遭受广泛破坏 搜救人员已巡回360名遗体 当中大部分是孵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顿巴斯前线的民兵矿空旅 26号正式建立新型无人系统营 根据了解 俄国防部正在俄全军 试行战场制化武器部队 要建设和整合的一个试验 那么详情就来看本台记者 发自顿涅茨克前线的现场报道 我们现在从顿杰茨克前往如干斯克方向 那么俄军呢 在前线的作战中呢 目前越来越挖掘无人机攻击的潜力 这种无人机包括自杀式无人机的穿越机的队员的训练 周三 来自顿巴斯俄军原民兵矿空旅突击群 占领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马林斯基区康斯坦丁诺夫卡村 更有力的防线和阵地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南亿的防御开始崩溃 乌军使出了撒手舰 出动无人机封群对俄突击部队和俄军炮阵地指挥索等 进行袭巴斯矿工旅无人机系统营所等待的作战时机 矿工旅无人机系统营立即起飞大风群无人机引战 双方数百架无人机在空中对阵 俄军还调来干扰营和各类的反无人机系统测试敌我数据 据专家称 无人机几乎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唯一的 至少不落后于俄罗斯军队的武器 今年乌克兰军工系统宣布 计划在今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交付部队使用 大黄卫视卢宇光 伊万 阿拉曼 夫拉 顿涅茨克特报道 由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 27号开始在夏威夷岛屿及其周边地区启动 本届军演主题为伙伴整合并做好准备 军演预期将持续到8月2号 据美国海军官方消息 本届环太军演将会有来自29个国家的 40艘水面舰艇 三艘潜艇 14国陆军部队 150多架飞机参演 总兵力超过25000人 相较于上一届2022年环太军演 本届演习规模更大 而项目将会包括反前站 多国两期登陆等多领域场景 重获自由的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齐 在26号晚间反抵原籍国澳大利亚 而他的妻子斯特拉在之后的记者会上 也恳请公众给予他们空间和隐私 美国国务院在26号表示 在解决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齐一案当中 国务院的参与程度非常有限 并且指其泄密行为将美国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阿桑齐锁乘飞机26号晚落地澳大利亚堪培拉 阿桑齐走下飞机 与在机场迎接他的人握手 并向群众挥手致意 随后与其妻子和费琴寻情拥抱 在其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阿桑齐并未如预期出席 而是经由妻子斯特拉向支持者表达感谢 斯特拉表示 阿桑齐需要时间去适应自由的生活 阿桑齐的律师则在记者会上表示 阿桑齐以自由身重返澳大利亚 是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重大胜利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则在议会表示 很高兴看到阿桑齐踏上回家之路 此事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耐心等待 才终于得以解决 他并指阿桑齐的案子已经拖得太久 继续监禁他不会有任何好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来看可爱的画面 这是根据中国国家林业还有草原局的消息 大熊猫星宝还有云川所乘车队 26号的晚间离开了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亚安避风辖基地 搭乘包机飞往美国 那么根据了解大熊猫星宝 它是一只雌性的大熊猫 2020年的7月23号出生 那云川是雄性 2019年的7月28号出生 为了确保两只大熊猫飞行期间的健康 还有安全 中方也精心准备新鲜的竹子 竹笋还有果蔬等 特制窝头 还有饮用水 那中美双方也派出了 五名经验丰富的饲养师 和受益专家随机陪同 体育消息方面 2024欧洲杯最后四场小组赛 当地时间的26号落下帷幕 16强球队全部产生 法国 德国 西班牙等强队 齐聚死亡半曲 当天一组两场比赛都以平局收场 根据赛前小组计分形式 罗马尼亚与斯洛伐克队 只要站平就能确保出现 第24分钟 杜达投球破门 斯洛伐克取得领先 罗马尼亚在第36分钟 获得点球 马林主罚命中 两队1比1如愿握手言和 同组另一场比赛中 比利时与乌克兰队0比0互交白卷 最终一组出现戏剧性一幕 四支球队同击4分 通过比较净胜球 排名垫底的乌克兰队 成为欧洲杯历史上 首支在小组赛取得4分 却遭淘汰的球队 F组葡萄牙队两连胜 提前锁定小组第一 大部分主力获得轮休 而格鲁吉亚队 则必须取胜才能晋级 比赛开始仅2分钟 格鲁吉亚队取得闪电进球 安东尼奥西尔瓦回传失误 格鲁吉亚得球发动快速反击 克瓦拉茨赫利亚突入禁区 推射破门 第57分钟 希尔瓦再次出现致命失误 在禁区内踢人犯规 主裁判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 判罚点球 米考塔则将球罚禁 格鲁吉亚队2比0锁定胜局 队时首次参加欧洲杯正赛 就成功小组出现 另一场F组比赛中 托松在补师阶段内切抽射破门 帮助土耳其队2比1绝杀捷克队 土耳其队G6分排名小组第二 捷克队紧急1分垫底出局 至此本届欧洲杯16强全部产生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葡萄牙 比利时等强队齐聚上半区 英格兰 意大利 荷兰队 落位下半区 首场1分之1决赛 将于当地时间29号打响 凤凰卫士综合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局指定我们各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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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